这段视频讲述了土星从2022年2月18日的黄道十二宫天蝎座转入射手座的沙塔,比希克星座。 就在土星进入射手座国民宫仅仅六天后,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了,这是21世纪最可怕的冲突之一。 与此同时,在2022年2月18日至2023年3月14日土星存在于射手座的这段时间里,我们在2月5日或6日发生了一次5级或6级的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,正值土星出现在射手座。 除了地质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外,金融世界也受到了土星在人马座的影响,世界各地的多个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崩溃, 我们还见证了不同银行的倒闭以及世界经济总体状况的大幅下滑。 此外,除了金融、地质和地缘政治事件,世界还经历了不同的变革,包括在尼斯坦星座中出现土星时的能源冲击。 现在,仅过了两天,土星将移动到下一个卢纳尔星座,意味着梵文中鸟数的100颗星星非常接近,被称为沙塔比希克。 根据废占星座,有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,那就是现在从财务方面来看,下一个转变将是朝制药行业。 制药行业,医生和药物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受到影响,大约会在接下来的400天内,或者说超过一年的时间内受到影响。 更具体地说,土星将在2023年3月14日至2023年10月之间位于比赦普纳克沙特拉,之后将在2023年10月至2023年11月23日之间移动到达达尼斯坦克沙特拉。 在2023年11月之后,土星将再次完全进入比赦普纳克沙特拉。 这非常重要,因为比赦普纳克沙特拉受拉胡统治,几个行星将在相似的时间框架内进入拉胡和克图纳克沙特拉,包括太阳、月亮和木星。 当所有这些事件在2023年7月至8月之间发生时,我预计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情,我也制作了一个视频详细说明了这一点。 具体来说,这可能是与地震有关的事件。 至于土耳其地震,我已经在另一个视频中详细谈论了它的原因以及所有不同的事情,以及有关行星几何和Frank Hugo Beats的预测。 但在这个视频中,我们将讨论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受到影响的特定日期。 从3月13日开始,火星进入下一个星座,正好在3月14日之后一天,土星进入下一个纳克沙特拉,3月21日是新的农历年。 我将制作一个专门的视频来讲解这个。 4月20日左右是一次全日时。 5月底左右,我们有木星和拉湖的会合,这也非常有名,我也会详细解释。 在5月29日之后的7月和8月左右,土星、木星和火星位于30度、60度和90度的角度,同时土星和火星处于对立位置,并且几个行星位于拉湖和克图纳纳克沙特拉。 7月初到8月底是非常重要的,10月底也非常重要。 在10月中旬,土星再次进入达尼斯坦,之后又回到了2023年11月之后。 从中旬到12月底,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大。 在2024年3月之前,我们可能会看到一场重大的自然灾害,也可能是人为制造的灾难,在这个时间段内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因素。 10月底和11月底也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,10月底是拉湖的过境,与月全时相结合。 所以,您必须注意在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任何事情,肯定会非常特殊。 随着我获得更多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信息,我会向您所有人更新。 所以,总体而言,土星进入星宿将会看到许多事情发生,我们可能会看到技术上的突破,也可能会看到一场重大的骗局,可能不为人所知。 我们还可能会看到许多医疗相关的事件,我们可能会看到医生受到影响,或者整个医疗产业受到影响,或者在那个地区发生了疫情。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特殊的事情,我们也可能会看到一些新的谎言出现,可能是因为拉湖和木星的结合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谎言的时代,或者从技术方面提出一些新的东西,因此它既有积极的影响,也有消极的影响。 土星进入星宿时总是伴随着某种技术进步,这与木星和拉湖无关,后者负责一些新生命或其他事情,但土星进入星宿是以带来新的技术突破而闻名的。 我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有可能发生。 上一次,我预测了可再生能源在2022年会大幅提升,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显著的提升,甚至在2023年上半年,我们将继续看到新形式的可再生能源被推广,也会看到许多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涌现并得到改进。 我看到该领域有很多进展,水瓶座或水瓶座,土星正在经过,也以气体而闻名,因此气体将是这整个时间框架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,我们还会看到这一领域的革命。 水瓶座是储存天然气的星宿,我也谈到了在此时间框架内开发储存可再生能源技术。 现在土星要进入Sharta Bishop星宿,Sharta Bishop也是与气体相关的星宿,加上拉湖的影响,会带来很多变化,因此变革确实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心。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400年的周期,此刻这个周期正在重叠,因此400年的周期正在重叠,因此由于这将会发生,未来几年发生的大多数事件将非常重要,这将影响世界各地的事情发展。 随着土星于2022年2月18日进入Denistan等星座,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变化,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等等,世界各地的市场也都受到了影响。 我们看到了许多变化,最近美国最大的一家银行也崩溃了,因此土星进入Denistan等星座带来了许多变化,而Sharta Bishop将会带来更多的变化,因此我们需要等待并观察发生了什么。 关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的具体信息,我将在未来的视频中向大家更新。 我认为,世界各国的人们需要更加同情动物和那些处于低下地位的人,这样自然界就会对人类更加同情,我们也就不会因为负面的业力而受到更多的影响。 否则,我们沉迷于杀害动物,屠宰它们,使用它们的肉和皮革来满足我们对鲜血的渴望,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,这种负面的影响会伴随我们度过许多个生命。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学会,尊重我们周围的其他生命形式,并尽可能地遵循非暴力和虔诚信仰上帝,对他所创造的所有生命和所有形式的生命怀有崇敬之心,那么人类就可以逐渐摆脱痛苦和快乐,痛苦和快乐的掌控,并期待更加幸福和健康的社会。 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,谢谢你。